台北市大同区两队人马五对五打篮球 其中一名男子防守的时候跟对方的球员发生了肢体碰撞 导致对方的门牙断裂提高伤害 前方查阅监视器之后认为他推人动作有故意的嫌疑提起了公诉 而律师就提醒了运动场上分胜负身体难免有所碰撞 但如果是违规造成对方受伤 后续恐怕比较容易被究责 眼看红色球衣队友运球从此准备上来 蓝衣男子挡在对手前面帮忙开路 没想到这时意外发生 敌队的白衣男在后头动手推了这么一下 亮成他的脸直接大力撞上红衣队友的手肘 直接在球场上见血 干惨的是门牙还当场断裂气的提高伤害 他这样有点就是恶意犯规去推他 就是他已经知道那个要往这边切 他故意去推他造成这个犯规 是有点不太恰当的 打球竟然打到上法院 原来当天门牙断掉的黄姓男子 和推人的叶姓男子在大同区 一间国中体育馆五对五打篮球 他卡位协防 却遭背后的叶姓男子推挤撞伤门牙 一时评估得要直牙 他认为是被恶意犯规 持验伤单提高 虽然叶姓男子坚称自己只是正当防守 但检方查看监视器后 认定他有故意的嫌疑 以伤害罪起诉 通常会用自己肉体去卡位 不会推别 如果逾越了这个比赛的规则 或甚至有故意伤害他人的行为 才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打篮球身体碰撞在所难免 但推人量全受伤 到底是不小心还是恶意的 律师提醒当下的动作 有没有违规 将是判决结果一大关键 可别为了一时赢球 就做出不干净的小动作 借通了一名州台北采访报道